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一组双人膝盖柔韧性练习。 您需要一位同伴协助您练习。 在练习之前,请让您的医生检查一下您的身体状况。 通过锻炼腿后腱肩肌肉的柔韧性,您能够增大髋关节和膝盖的活动幅度。 您还需要一块瑜伽垫来完成这个练习。 这个练习分为两个步骤来完成。 首先摆好正确的姿势,然后开始膝盖柔韧性练习。 步骤一,摆好正确的姿势。 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如何小心地躺在瑜伽垫上来学会正确的动作。 仅平躺在垫子上,支起双腿,双手放在腹部。 此时您的同伴站在您的一侧。 步骤二,膝盖柔韧性练习。 整个练习是由您的同伴操作完成的,而您则需要始终垂直地伸直一条腿。 您的同伴将一只手扶住您的脚后跟,另一只手按住脚尖。 为了保证您的腿伸直了,请不要弯曲您的膝盖。 让您的同伴慢慢地将您伸直的腿推进您的上伸。 整个过程中,请您随时与同伴沟通您的感受,避免产生任何疼痛。 为了加大练习的难度,您可以让您的同伴压您的脚尖,让脚尖对着您的上半身。 您可以感受到小腿被拉伸,让您的同伴来指引您。 在练习的过程中,请始终保持背部挺直,紧贴地板,双肩放松。 同时平静地做深呼吸,保持拉伸的姿势20秒,然后慢慢地放松伸直的腿。 接下来抬起另一条腿练习。 然后再重复一遍同样的练习。 在不断地练习之后,您的腿能够越来越靠近您的上身。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练习了。